改善您的肤质,令您重换光彩 Trinity Laser Clinic 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 我们有三种类型的脱毛疗程 适用于各种肤质 均采用FDA认证的最新激光仪器 现凭优惠券购买腿部激光永久脱毛疗程 可免费获得夜下激光永久脱毛疗程 Botox和Fuller均推出九折优惠 华语联络电话416-558-5850 观众朋友下午好 6月1号下午的5点23分 欢迎您准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在5点 到了今天的嘉宾访问环节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REMAX的地产经纪 刘振元先生 刘先生欢迎来我们节目 您好主持人 那么刘先生今天来是想跟我们聊一聊 有关这个物业投资的一些分析 那其实说到物业投资 我们大家首先对于我来说 我首先想到就是购买物业 一个是自助 另外一个是投资 今天我们是来聊投资的 那关于投资的咱们 您首先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是不是很多华人都在 属于置业进行投资呢 对 现在有一种趋势 就是从大概三四年以前 好多华人都陆续已经买过房了 然后经过几年 他们这个 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人 就是生活都是比较节俭 然后每年都有节余 三四年以后可能手头 都有个几万块钱 或者十万多块钱 然后他们现在呢 大家都想到投资 就是说好多朋友呢 见面就想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买个楼花 或者是再买一套第二套房 然后进投资一下 当然大家我们都知道 对咱们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 一直都很火热的 其实是我 之前我们前段时间 报了一个新闻 说现在大多期 平均房价已经到47万多了 这个价位您认为是 还是属于可以进行投资的是吗 对 这个咱们 四月份 刚刚过去的这个四月份呢 平均房价呢 就是在47万多 47万多就是 这时候属于历史上呢 最高的了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呢 在这个大多地区 它这个房价平均 基本就是涨5%左右 就是所以说 相对于去年来讲呢 今年的房价呢 就是大概 按目前到现在为止的统计呢 大概是涨了有9个点 平均9%就是 相对于去年的四月份就是 所以说 按历史来讲 它已经是最高的了 但是说 我们说呢 现在在多伦多呢 还有很多机会的就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如果我们相对于 我们这个在加拿大的 有一个另一个大城市 这个温哥华来讲 现在温哥华的平均房价呢 那达到80万了就是 对 如果你47万和80万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空间 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 多伦多 它这个 人文呢 经济 财经方面呢 它有好多优势的就是 现在呢 就是包括国际的买家 投资者呢 他们也认识到这种 多伦多这种潜力就是 刚刚不久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新闻 哇 除了购房团 还有一个成了一个 加拿大历史上 最高的一个公寓楼盘 对 我有看 2800万一套房子就是 所以说这种 就是说国际买家 已经认识到多伦多 这种潜力了就是 因为现在呢 好多这个 就是说我们谈投资呢 要眼光放得远一点就是 因为它现在国际局势呢 就是说好多地区就很乱 包括那些 中东北非 中东的北非的产油国 他们都是很有钱的就是 包括我们现在的 我们好多 我们国人关心的 在国内呢 它好多热门的城市呢 都已经限购了 就是说你有钱 你未必买得到房子的 就是 对吧 所以说好多人呢 就纷纷就是找这种 比较稳定的地点 但是我们说呢 哪里比较稳定呢 以前呢 大家可能选择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 加拿大可能是一个 最后的选择 但是现在呢 包括去年来讲呢 这个澳大利亚也是这个 洪水 又有 天灾 天灾人祸就是 就是说干旱 然后就发大洪水 然后新西兰呢 也有这个地震呢 什么的就是 但是美国呢 我们这个邻居 这个老大哥 他就是表现更差了 就是过去五年 这个房价一直在降 在跌 包括今年呢 预计呢 还要跌5%就是 所以反倒是 就是我们加拿大呢 就是说 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就是说这个投资者呢 他希望把这个钱呢 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 所以说现在陆续的呢 大家就认识到这种 加拿大它这种优势了 所以说前一段 我们这个温哥华呢 就是好多那种豪宅呢 就是基本靠抢了 就是 反观我们现在多伦多呢 就是上个月的统计数据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上个月卖了9000多套 然后就是过了80万的这个房子 就将近有1000套 就是9000套里边有1000套 9分之一是豪宅的 相当于豪宅那种成交的 就是 所以说现在就说 好多那种 就是说比较有实力的人嘛 就还是看好我们这个 这个多伦多的 所以说在您看完 您觉得现在还是 可以进行投资的 因为觉得还 今后就是还是会涨 不会说咱们多伦多的房价 像美国跌 跌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我觉得买房 确实是一件 很大的一件事 不管是自住 可能自住的人 他不会考虑说 我这房子今后涨了跌 当然大家都希望涨 但是自住的话 我可能不会说 考虑的非常的 我要想明白了 说这房子今后 是不是一定会涨 但如果作为投资 大家都希望投资 就有所回报 所以投资 他肯定希望 那我房子一定要涨了 就是如果 按您刚刚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这个多伦多 今后这个房市 还是挺有希望的 还是会一直在涨 所以说现在投资 还是一个好机会 即使已经有点追高了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在 在以后三到五年之内 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来讲 应该这个多伦多的房价 还会 就是说比较健康的 就会增长 因为它过去 这个十几二十年 基本上是以百分之 每年百分之五 这就非常健康了 对 很稳定 不像咱们这个 在国内好多城市 就是说 每年基本上 就是按照那个 可比的 稍微说着涨 就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翻番的那种涨法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多伦多 如果大家 就是说 你想买房的 你还是要抓紧的 如果你想投资的话 就是说 你在每年 这个每年 我们这个也都是有 这个波动的 它不是一直在涨 它有淡季有旺季 如果你在淡季的时候 就是说 你还是要抓紧入市的 那么刚才您在这个 谈话当中 也谈到了说 这个好多人 现在开始考虑到 说买楼花 那关于买楼花 您有什么 就是建议给大家吗 现在呢 就是咱们这个 多伦多过去几年 基本上 每年的成交的 这个新的楼花 就是 就是一万八千套 一万八千套 现在呢 基本上 就是说 在一个 比较热门的地区 平均的每尺的价钱 就是五百五十块钱了 就是 相对来讲 就稍微的 我感觉稍微 比较高了一点 就是说 每天它这个新的开盘呢 也比较多 就是 相对于那个 就是 house 还有这个condo来讲呢 我更 希望大家呢 你投一个这个 这个location 这个地盘 还比较好的 就是 这个公寓 在我的认识里面呢 就是 主要是放盘太多 竞争太激烈 最近有几个朋友呢 他们就是 陆续的 他们的楼花已经到期了 现在呢 就是已经 它是occupation了 就是可以自己自住了 但是它现在呢 因为它是投资的 它不是自己住的 它不需要住的 它就拿了来租就是 但现在感觉就是 这个租盘市场呢 就是竞争比较激烈 就是 因为你周围呢 有好多楼盘在放盘 就是 就是 今后的几年呢 陆续的这种 就是 交屋的condo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 所以说这种 有时候这种变化呢 还是 把握的不是太内什么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 就是 如果要是投资楼花的话 要选择house 要比较慎重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投资房子的话呢 你去选择楼花的话呢 你要稍微慎重一些 就是 因为就是说 哪怕在五年以前呢 我们这个楼花呢 就是说 包括在 我们中国人比较熟的 在央街和finch那里 可能就是说 在260块钱 到300块钱一尺就是 现在呢 就是说 前一段放盘呢 在那个央和shipper的 那个地方 基本就要600到650了 就它已经很高 已经涨了一倍了 就是 已经涨了一倍了 而且它面积 现在就是说 你随便拿出一套房子来呢 就是说 800尺的两房两位的房子 就是说 它已经要四十几万了 就是 四十几万 相对于你的租金来讲呢 大概你租到 167 就是说 如果作为投资来讲呢 五年以前 你去买一个楼花 然后它变现以后呢 你每个月 如果你租出去 是可以有一个300块钱的收入 是可以有一个300块钱的收入 但现在呢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你除了工房的贷款 再加上这个地税 再加上它这个管理费 这些 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 还是要倒贴三到五百块钱 就从之前 我还能有额外的300块钱收入 到现在 我还要自己在贴钱 对 现在就是说 你去投资的话 你变现以后呢 你每个月租出去 你要倒贴三到五百块钱的 所以说如果你手上 有几套楼花的话呢 你要稍微小心 那您这意思是说 那我买这个 如果我投资这个楼花 是house的话 是不是就能稍微放点心啊 相对来讲呢 house它这个 就是说 这两种投资产品来讲 它比较呢 house的性价比 还是高很多的 而且在有些热点地区呢 它的这个涨价的潜力 还是很大的 比如像今年呢 我们在这个 Bew Village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还比较喜欢的 在Bew Village 和Shaper那个区 它都是些50年 50多年的老房子 但是今年呢 就是说 在年初的时候 好多房子就标价 75万到80万之间 但是就是这一个 这个Spring Time 就是春天这一个季节呢 现在已经涨到 就是一个million 或者是110万之间了 所以说这种涨势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行 我们最后可能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请刘先生 跟我们大概这些 电视机前想要投资的 这个朋友 给几点建议 咱们简短来说一下 我就觉得呢 如果大家那个 如果要是投资的话呢 就说还是要 先看一下自己 这个口袋里的钱 就说你能承担多少风险 你再去办什么事 如果你就是确实 感觉自己这个有钱 而是要找一个产品 去投资的话呢 你觉得又要省事 你就可以投资楼花 如果你要比较小心的话呢 或者是这个钱也不太富裕的话 你还是买一个县房呢 会稍微会好一些的 好 非常感谢刘先生 今天来介绍我们采访 跟我们大家讨论了一下 有关这个物业投资的一些问题 现在是下午的5点34分 我们今天的访问环节 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是刘佳恩 带给我们的广东话新闻 一会儿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